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拆箱频道 那今天呢 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只 MAMENT的一个新的事业 大家都叫它放胖子 我们来看一下 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一只哦 这边的话是原厂的一个全套的包装 像盒子礼品袋呀 还有各种证书这些全套 给大家配齐个 然后还有我们的防尘袋 来 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哇 干妈呀 非常非常的Q 非常非常可爱 有没有 然后链条也是这种啊 这种做的是流沙的一个复古武器的感觉 看一下光泽度 这个都是没有打摄影灯的情况下啊 自然灯光下面拍的太漂亮了 救命啊 姐妹们 真的是太可爱了 来看一下巴掌的一个大小 首先咱们看一下整体的一个包型啊 它是这种胖嘟嘟的这种感觉 然后一点奶乎乎的 风风正正的 所以呢 大家就不是给它取了一个比较好听的名字 叫它叫做方胖子 我们可以看到它侧面的话 是比它的前面的那一些老的版本的话 是有一个加宽的处理的 所以它的容量方面呢 也是完全能够满足我们日常出行的需要 整体的这个材质的话 是采用的一个LINE的一个小牛皮 这个是我们进口原厂皮哈 然后呢 咱们做了一个这种精油的柔格的一个处理 可以看到这个光泽感是非常非常的棒棒的这种感觉 然后呢 给大家看一下柔软程度 手感上触摸上去呢 是非常非常柔软的这种感觉 就好像在触摸一个小羊皮的那种感觉啊 是软软落落的 上面的这些图腾呢 是沿用的非常经典的一个前缝的一个工艺 非常工整非常对称的那种感觉的哈 然后这边的话来看一下五金的这个细节 做的是一个复古做旧的这种拉丝的这种五金 这种五金的话 相对正常的五金来说的话 就会更加的耐磨耐用 而且这种五金的质感 看起来会更加有复古的感觉 更加耐烦 肩带的这个地方呢 做了四个肌眼 然后方便咱们调整不同的背法 它是采用的这种皮革 然后搭配链条的这种经典搭配来的 给我们搭配上来说就多了更多的可能性 来看过来 它的长度的话是一个18厘米的 然后高度是13.5 然后它的侧面这边的话 加宽处里有一个8厘米左右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它整体的容量如何 来姐们给大家表演一个单手拍包 看到没有 这个扣子的话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容量真的有惊喜到 我看一下啊 这个是一个小型的一个化妆袋 然后大家看看装了很多 有像我们的气垫 口红耳机 然后两个手机 然后还有就是咱们的卡包 然后还有镜子什么 真的是绝绝子来的 这么小的一个包身 可以装下这么多东西 然后看一下内里 这边的话做的是一个 卵色调的一个鸡皮内里 然后这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卡位 有没有是个小标 容量姐妹有没有 简直就是小包器的王者 看一下啊 日常出行的话 基本上都能满足的 来姐妹们 咱们一起看一下 一共有多少种背法 第一种是这种 非常非常经典的 一个单肩的一个背法 然后呢 是这种可以解放双手的 一个鞋块的背法啊 我是160的个子 差不多背到胯 往下一点点 那如果你是高妹的话 这个长度也是完全足够你鞋块 的话是最喜欢的是 这一种流浪的一个背法 背上身的感觉是那种 又酷又洒的这种感觉啊 给大家看一下 有时候你想上身拍个照片的话 你就可以选这种 比较新奇一点的 手在这里稍微跨一下啊 摆个造型也是 蛮好看的这种感觉 这个2.0的这个包型呢 我们现在一共出了两个配色啊 一个是白色 比较清纯可爱 然后一个是我们这个黑色 非常百搭 然后非常经典 看大家自己喜欢 那么好啦 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先到这边咯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想看的包型的话 可以直接留言告诉我 OK 拜拜 姐妹们